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今天要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这也是台湾在疫情解封之后迎接的第一个廉价 从昨天晚上半夜开始 国道5号就塞到爆 看起来大家真的是闷坏了 要赶快跑出去玩 不过真的千万不能够太松懈 因为昨天指挥中心就临时加开了记者会 说有这个日本人之前来台湾留学 结果6月份回到日本之后 居然验出了武汉肺炎 但是大家就觉得很疑惑 因为台湾不是连续70几天都没有本土病例吗 这难道代表这样的数据破功了吗 另外今天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稍后指挥中心也会出面来书名 我们也会随时连线 回到国内政坛的焦点 高雄市长补选已经正式开打了 确定是由蓝绿白撒咖都出来大战 陈其脉真的有温芽的吗 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派李梅珍出马 其实是一步好奇 因为他的爸爸人脉很广 人脸很快 基本盘非常的稳 再加上有韩粉相挺 会不会杀出重围 其实谁都说不定 另外来看到的是民众党的吴义正 他是清明党的议员 批白色战袍 但到底事先宋处于宋主席知不知情呢 而吴义正的背景 现在一一被起底了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欢迎的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孟七好 大家午安 再来要欢迎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好 孟七好 大家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我左手边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孟七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七好 大家平安 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孟七在平安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 已经正在召开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指挥官张仁祥 他的说法 从瓜里马拉反国者 那瓜里马拉在中美洲 目前已经有一万四千例 六千 六百人死亡 所以目前他们的疫情是还在上升当中 那这位是 第四百四七案 是六十多岁的男性 那今年四月初 赴瓜里马拉从事商务的活动 那六月一号 那开始有出现咳嗽 呼吸喘跟骨头酸的症状 那曾经在当地就医 也检验了两次都是阴性 所以他六月四号因为这个呼吸的 症 呼吸喘的症状也加剧 24号入境的时候有主动的 跟我们机场人员来通报 所以当场就裁检 那也到集中检疫所 所以等到他的验出 那都没有接触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亲友 那目前 他的这个有前后两排的旅客 总共十人 就是把原来是居家检疫 另外居家隔离 那 这个这个个案大概还算单纯 那另外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昨天的 有关 这个在日本 我们日本的女学生 在日本的确认是确诊的 个案追踪的情形 那这个个案早上是 日方就有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检验的值 检验值是37.38 就是那个 C...CT值或CP值 CT值 那 37.38 那我们在台湾 通常就是 如果是 会判阳性的话 就是低于35 那他是大概37.38 当然是比我们高一点 那通常我们会说叫做弱阳性 那 所以 日方他们也坦诚像这 这样的一个个案 那可能在当时在裁检的时候 可能就不具传染力 通常 如果 这个 这个值 若 大于32或33的时候 那通常就养不出病毒 那这个大概是知道 尤其他又没有症状 所以 也很难知道说他到底 是在什么时候感染 那什么多久之前就有造成这个 个案 的阳性 那目前 我们昨天有说总共有125个 接触者要纳入这个居家隔离 不过后来我们在清查人数 就是有两位 的同学 已经也不在国内 就说先前 已经从年初到现在都不在国内 都是以视讯来 来上课 所以目前只剩下123个 并且接触者需要做居家隔离 所以针对123位 从昨天到现在已裁检了116位 另外7位 因为还联络不到 我们已经请 请政协训来 来做这个联络的7位 那 已经完成了44个检验是阴性 那陆续大概剩下的 还有剩下大概就是 72 就是116 减掉44还有72支的这个检体 预计在晚上6点之前 会有检验 检验出来结果 这个大概是今天 我要报告部分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中央副 不好意思 想那边联带一件事 想请问一下今天端午节第一天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那个称时中部长怎么没有来 谢谢 我们向来就是只要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都是由我 由我宣布而已 对 就是从我们不是后来改成每一个礼拜 礼拜三开一次会议嘛 那之前其实只有 即使只有这个在平常天的时候 那只要是有境外移入的个案 也都是只有由我来报告 对 并没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好 请 中央副想问一下 那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在脸书发文有提到说 今天正值这个端午 廉价国内防疫也逐渐解封了 大家可以出门走走 想请问这个端午 廉价目前民众到底是可以出游的吗 以及说有没有注意一些因应措施 谢谢 在端午节廉价出游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要注重防疫新生活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 如果说有 如果无法保持这个适当的社交距离就戴口罩 那我们只要保持这个这个观念 那另外就是勤洗手 生病不要出游 张富好 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有一些网友说因为现在端午节廉价大家都往南部跑 然后有些人担心说这样女学生的足迹没有公布会不会危险 就专服对于网友这样子的看法怎么看 然后另外想请问说因为23号日本官方很像这种通知台湾这边了 那为什么会等昨天两点记者会的时候会没有先讲要等到五点半的时候跟厚生省这边的公告一起公布 谢谢 厨期的部分 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报告了就是从日本给我们的数 就是有关那个他检验的数字 37.38 这个检验 他的其实其实就是他量很低 就是他传染 传染 第一个他传染力真的是不高 应该是根本就不会有传染 就他20号裁剪的时候 的裁剪 裁剪的一定是不会传染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针对了这个他所有密切接触者 就是110 目前找到116人都会做裁剪 那如果裁剪到任何一位阳性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针对这些密切接触者的这个个案 会再做做他的 做这个后续的隔离 裁剪 那这个目的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采这种所谓的 精准防疫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第二个问题是 我忘记了 抱歉 就是为什么会昨天两点的时候没有先讲 我昨天我说过 就是说我们昨天还在等 这种日方的一些说法 那另外 后来没有等到 那 所以我们也因为 需要去跟这个学校这边先做个沟通 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做 居家隔离 那这些数字在当时要开记者会的时候都还没有 这些数字 所以我们需要需要一些时间 您好 大一电视提问 想请教一下庄副我们目前 大概这一两个礼拜每天裁剪量的状况 还有就是因为今天有蛮多专家都提出不普筛 可是要进行广筛 尤其是针对入境者的部分 想请教指挥中心的看法 谢谢 我目前已经是针对如果说是境外一路的个案 那不是 针对那个外外国人入境 目前都是希望他们在 抵台之前会有缴交三天前的一个检验 阴心的报告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希望说 他可以让这个 所有外国人进来 进来那都有一个阴心的报告 那如果他要这个缩短商务的 缩短商务的居家检疫的期间的话 那也要在5天或7天的时候 做个检验 阴心才可以有做后续的一个住家管理的 行程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只要是 除此之外其他入境的就只有国人 那国人部分 我目前落实的做的就是 就是有症状才裁剪 那根据我们之前 就是这个 不是有一台3月30号 从纽约进来的340个人的这个飞机 那 上面有 12个人有症状 后来 都验出的是阳性 没有症状就没有验出来 那这当然是有研究根据的 那就不知道他们这个做普塞的根据是从哪来的 那还有是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检验量 我记得是在110左右 对 对 可能那个数据我每天都有公布 可能在在外网上都有公布 想要继续持续请教就是说那个日本旅游学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一些医师他们觉得说会担心 是不是现在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或者是说有本土案例 那另外我们想要问就是说 在日本的网友他们也觉得说台湾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筛减比例太低了 他们会有所担心 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个个案有可能提高我们所谓的这个广筛的比例 那另外刚刚有讲到就是说现在推动防疫新生活又刚好碰到端午节廉价 那我们有发现就是说这个廉价期间有很多的民众在这种比较密集的出游景点 其实都没有戴口罩 会不会担心说大家很松懈成为了防疫的破口 谢谢 最近日本的一个个案那当然就是说刚刚说他的检验的这个值是相当的一个 就是说代表他的数值超过35了 所以简然是说他的弱阳性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他是一个社区感染或是一个伪扬性的一个状态 那不过就是说以目前而言 这个部分 虽然说我们 我们是是属于用这所谓的 只要你这个 医师怀疑有症状的医师怀疑的话就可以去检验 那目前我们是因为 的确是最近期的确是没有一个 没有这个社区的个案 所以这个 通报的个案数当然是会比较少 不过但是你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大概还没有所谓的 普塞 你看哪个国家有做普塞呢 那即使是我目前你跟 韩国为什么会他们的 大家以为韩国的 筛检个案数多 那是因为他们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定个案数多 所以随便筛就随便 有个案 那我目前 如果根据我们 就说每验到一粒的话 那我们还要验 通常还要额外再验一百六七十粒 那这个在这样验的量其实还算是多的 那再来就是说有关这个 这几天这个我们在因为廉价 那大家也许都有看到说很多人 出外没有戴口罩 没有戴口罩的数量会比较多 那我们这边当然是要提醒所有的民众 那 出游 出游的话还是要注意 如果说 如果是你跟你自己家的人出游 那当然没有戴口罩 那当然是OK啦 但如果说到了比较拥挤的地方 那如果说人潮拥挤的地方可以注意 就说大家可以保持距离或是戴口罩 好 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请 莊夫 因为现在那个入境有民众觉得说已经越来越松散 光是入境就随时变量量体温 然后那个防疫车呢 可能那个司机还问说 中途说要不要下来上厕所 以及那个居家检疫都是自行填写 那民众觉得说乱填也没有人知道 那这部分有要再调整吗 居家检疫乱填 那我们都会确定他有没有打电 电话会不会通啊 对 那就是说 就是在中途 中途去上厕所 理论上应该 我觉得是解决个人需求啦 如果大家 希望说你回来 如果坐这个 从台北开到高雄的车 半路都不让你去上厕所 你觉得这样是可行吗 那有关说随便量体温 我并不觉得 因为 我们其实 我们有个发烧塞检站 只要经过就被量过 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啦 因为他讲是说 这个 我有看到那个报导 他说自费筛检还有一堆 一堆这个规矩 好像没有 你随便 你现在只要自费检验就可以了 我们并没有订任何规矩 我想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我们的规定啦 好 这是刚才这个疫情的记者会喔 那今天是端午节 大家可以边吃粽子 一边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全球疫情的发展 首先其实到今天中午为止 全世界已经飙迫940万人确诊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也说很有可能在这个礼拜 全世界就会飙迫1000万了 好 来看到现在呢 这个目前疫情最严重还是在美国 确诊人数冲破238万人 而死亡人数也超过12万人 尤其在美国加州还有佛州 这单日确诊是每天都在创新高 好 那目前呢 疫情第二惨的就是在巴西了 巴西确诊人数短短几天就冲破100万了 而且现在法官喔 还下令巴西的总统 只要出席公众场合 一定要戴口罩 不然就要开罚 好 另外俄罗斯是第三严重的 确诊数超过60万人 而印度目前排第四 好 确诊人数超过45万 死亡人数也超过14000人 而现在在印度呢 也爆发了外国人的逃难潮 好 另外在我们台湾的部分就是刚才这个指挥中心的发言人说的 今天台湾呢 新增了一个境外的移入 所以累积目前我们的确诊人数来到447人 不过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2月份这个日本女留学生 她短期来台湾留学的这件事 我们来看到这位女学生2月底的时候入境台湾 好 在南台湾就学 好 目前到底是哪一个县市目前的资讯都还没有很清楚 不过她6月20号搭机回到日本的时候 居然被验出了武汉肺炎 好 而且指挥中心也说了 现在其实不排除社区感染的可能性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整理报道 端午四天廉假到各地出现人潮 对国内防疫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但这时却爆出来台就学的日籍女学生回日本被确诊 目前还在厘清她是在何时何处遭到感染 你测得到病毒的时候其实表示你已经在潜伏期的最后一天 或者是已经过潜伏期了 那台湾到日本的飞机只有两三个小时 所以不太可能潜伏期这么短 所以应该是在台湾的时候被感染 如果排除掉飞机感染可能 最大的感染源头就是台湾 也象征连七十三天无本土案例破功 再来就是厘清感染源头 台湾的状况应该也是属于没有很多本土个案 可能有少数的本土个案 那说台湾完全没有本土个案 这个是比较可能是不接近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事实 我们社区可能还是有一些片段的传染链在进行 那这些病人不是太轻微 没有去看医生 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做检查 台大医师黄立民认为 本土可能还有个案在发生 也建议廉假期间民众要格外提高警觉 现在是放得有点太松 现在风景区都是人 然后餐厅也都开始客满 然后口罩 戴口罩的人也慢慢在减少 因为天气太热了 也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调回去一个月前的那个状态 会比较安全一点 日本的这个个案 会不会是引起一个群聚是 群聚是有些是看得见 有些是看不见的 他一定有传染链 问题是传染链会不会浮现的问题 你要浮现第一个症状够严重 第二个是刚好他去的那个医院或诊所 有帮他做检验 他就会浮现 黄立民建议部分诊所医院 应该广设五废筛检设备 在日籍女学生确诊之际 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好 病毒真的看不见了 到底防疫要怎么做才能够滴水不漏 先来请教一下明佑哥 因为刚才听到这个医生专家 他也说 他认为说好像最近的这个防疫管制 好像有点突然放太松了 尤其今天是这个端午廉价第一天嘛 今天高速公路都是塞车状况 大家很担心民众这个出游 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破口 对 因为从昨天看一下 那个国道五号 确实是塞得蛮严重 从昨天我们在上班的时间 就开始塞了 那我自己呢也发现说 出去玩的很特别多啦 那刚才讲到口罩部分 因为我们防疫新生 我一直在告诉各位说 保持社交距离 那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就一定要戴口罩 可是我去大卖场的时候 也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85%以上都没在戴口罩了 那这个会造成防疫的破口啦 对 尤其日本女学生这个案子 对 因为他日本女学生这个案子 从庄发言人她所讲的话 她的是弱阳性 那传染力可能比较低 可是如果回顾说 她二月底就到台湾来 然后六月二十号 她出境回到日本被检查 才检查出来说 她好像有这个武汉肺炎的 这个病毒株 那所以就判断说 是不是在台湾感染 现在传出来就是在南部某社区 当然在年假前听到这件事情 大家有点紧张 因为我们认为说 我们已经74天75天 没有这个本土性的感染了 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安心很久的感觉 对 对 对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孟琪在刚开始 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各位 全世界的这个疫情 还在扩散当中 有可能 这个礼拜有可能就破千万人 这很恐怖 对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比世界大战 那个伤网人数还要严重 对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全世界疫情还在持续当中的时候 我们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境外的 你看南美洲上市 两个境外的也是从南美洲回来 而且南美洲的防疫比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松散 你看巴西还要把官去下令总统 总统本来就无所谓的样子 还要下令你戴口罩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说你看我们有三个在南美洲工作人 回到台湾变成境外 这几次境外感染的一个来源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南部这个部分 因为它扩大这个隔离的人数 已经来到123人 那有可能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 还有他住宿的周边的地方的人士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一件事情 是说它这个弱阳性是从哪里而来的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台湾是连本土感染 那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 照理说不会这样子就发生的嘛 而且我们要去查一下它的源头在哪里 但是我还是要呼吁各位啦 这个不是没办法预防的事情 我们我们卫福部从以前到现在 都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今天开车还在听广播 就是卫福部的广告 他们还是持续告诉大家说 虽然是防疫新生活 那当然台大这个医师讲的是有点严重 因为我发现说台大医师 当然他们就会比较超前部署 都会讲的比较令人担心 但是我要呼吁一下国人也没那么担心啦 就是说你出于基本的工作要做得好 第一个勤洗手嘛 那没办法洗手就带个酒精嘛 这个是防疫新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没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 你就记得戴口罩 尤其是去室内场所 那个空调还是在在里面是 是循环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像我的习惯去大卖场 我一定戴口罩 因为你戴着口罩的时候 这个空调循环 当然口罩目的是怕病毒感染给我们 或我们感染给别人 所以这个基本的SOP 大家还是要做好 不要因为说国内好像会不告诉你说 现在我们的疫情是比较趋缓的状态之下 大家这样没劲没劲 所以从日本这个女学生的个案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查出来说 好有一个是弱阳性的 可能在台湾感染的 那还是有可能说 他有可能从日本带过来的呢 这个这个我是个人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发生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入境能够筛检之外 我希望出境或许也能够筛检 因为如果能够筛检的时候 可以直接查到源头 因为我们现在状况是出境没办法筛检 没有这样的强制 而且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港澳地区要松绑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知道说港澳人士跟中国是比较密切 那北京第二波疫情 现在WHO也警告说 有可能比过去还要严重 我看昨天张探纯出来讲说 这个就更难去处理的一个状态 因为人会产生抗体 那这个病毒也会增加它的强度 那这些问题都会造成说国内的疫情破口 那所以我现在要呼吁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还好我们的机场机制 我们的这个港口不管是空港或海港的机制 是管理蛮严谨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商务人士或者港澳人士 有一些人道上要必须到台湾来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要求他提出相关的检验 但是我还是要呼吁大家 不要心存侥幸 就是把基本的工作做好 就是防疫新生活SOP抓好事的时候 你都不用去烦恼这 你也赶快可以出游 你出游的时候 记得把这些基本的SOP做好事的话 尤其在空旷地方是比较不会被感染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说 利用假日的时候 大家可以出去走走散散心 因为现在国旅 现在有相关的补助都已经产生了 所以交通部已经延拟出 观光补助要什么时候开始 七月中秋要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以或许放暑假的时候出去走走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把那口罩随时戴在身上 真的不要 而且现在买口罩也比以往方便了 我现在去SOP也看他们有你买了 所以这些问题 我相信说虽然我们有发生过来的个案 但是我相信说我们把防疫新生活的工作做好 不至于说会让台湾的疫情去扩散 真的廉价的时候出游看到人多的地方 就把口罩这样顺势给他戴起来 其实台湾人我们对疫情不用太担心 但是千万也不要降低戒心 端午节其实民众很多都放假 但是政治人物是很没用的 没有再放假 尤其是现在要选高雄市长的陈其迈 还有这个国民党的李梅珍 他们两个人一大早就跑市场败票 互相来尬场 来收集一下稍回来 我们带您来看 青城乌田多陈其迈先生前阵鱼市场 受到摊商热烈欢迎 他一一跟大家打招呼 亲自感受鱼市场的日常 接着前进菜市场和大家担心 摊商热情送上菜头蒜苗 预祝当选 结束后陈其迈马不停蹄跑 第三个店 直供当地飘香45年的霸玩店 这朝是吃货的陈其迈 大方分享保持体力秘诀 这次高雄市长补选 确定蓝绿白竞争 已经辞关回乡投入选战 一个多星期的他 也被问到对于代值参选的看法 标准是自己定的 你的标准要定在哪里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高雄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高雄市能够重新开始 建设大高雄 这个是我对我故乡的承诺 所以我选择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我的副院长 就把他辞掉 而陈其迈对手之一的国民党李梅珍 也启动了参选模式 李梅珍一早就到十全果菜市场拜会 身为总经理的老爸 跟在后头关心 而这也是陈其迈跑普选行程的第一站 双方难道是在尬场吗 李梅珍恳吐大家给年轻人机会 不过这次的选战是分裂兰 对上了团结率 也不免让他忧心 他这一次用民众党参加 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小失望 大家都觉得我们是炮灰 然后他又出来分裂 我是觉得这样子是比较不妥的 虽然是端午年假 不过距离市场补选投票 剩下一个多月 参选人们不敢松懈 把握时间跑行程 希望冲出高支持度 高雄市场补选 今天已经正式开打 现在确定就是撒喀都 民进党派出陈其迈 国民党派出他们所谓的 漂亮宝贝李梅珍 另外民众党这边是挖角了 亲民党的吴义正出来披战袍 我们想先来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因为现在大家来看 其实最大的赢面还是陈其迈 昨天李梅珍是自嘲说 他自己是越级打怪 好像有点被迫登大廊的感觉 世间议员怎么看 其实这次不只陈其迈 毫无悬念立刻辞掉副院长 返乡参选 因为他十年磨一剑 其实他的心愿志向 就是希望他生在高雄 长在高雄 能够为高雄来做服务 那我相信 其实高雄绝大多数的选民 也是毫无悬念的 其实这一次补选 已经非常清楚 大家都是愿意 都认为早就应该让陈其迈来担任高雄市长 带领高雄市政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没问题 导致国民党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真的让人蛮讶异的 那个您记不记得 我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我们同样的节目场景 我们当时一直好意的 像我个人 我都认为说 国民党你这次高雄市长补选 你干脆弃选 搅白卷 一白遮三丑 遮掉你国民党的第一支持度 遮掉你国民党的临时抱佛脚 遮掉你国民党这次补选 师出无名 那我们好意 我们要谈议我们要谈议 他们因为你干脆就是经过霸选 好你霸选我弃选 我关起门来深自检讨反省 我觉得这才对 结果他们还是一样犯了同样的错 还是临时抱佛教 你看他们提出的李梅珍这位女士 虽然他有个人有一些优势的地方 比方说年轻 清新等等 外形很亮眼 对对对 那但是不可否认政治上面的历练 他可能担任议员 会未来转战立委 可能这个也都是不错的 一些战斗位置 但是你突然间要升到市长这个层次 我觉得他准备不足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一开始推李梅珍 他们提了两点说为什么提名他 他说第一点 这个为了党内和谐 第二点说为了以战养战 天啊 为了党内和谐 我们选举是要为国举财 选贤与能 什么提名真的是要帮你们自己党内解决 你们党内的纷争 你们党内的和谐 那你们把高雄市民当什么啦 那尤其说以战养战 说其实知道会输 但是让他多战斗一次 这种大型的选举 好培养他四年以后 可以参选这个立法委员 天啊 那更是不把高雄市民放在眼里 也就是说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藉由这次市长补选这个选战 让李梅珍练胆子练身子 那你把选民当什么 所以我觉得光这两个名目 就知道说先前我们推测 你国民党这一次补选 你师出无名嘛 所以你只好讲这些事有若无 很勉强 那几乎讲不过 选民也听不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他倒不如 那就静静的让李梅珍 自己去选自己的 不要再去讲这些 有的没有的 那既然要练胆子练身子 那就看看吧 你看看高雄市民会做出怎么样的定夺 我认为其实胜负已分 来世间院认为胜负已定 这边来请教韦杰怎么看 因为刚才大家都说国民党自己说 提名他是为了党内和谐 那你到底把高雄人放在哪里呢 而且这一次到底提的是高雄市长的补选参选人 还是提立委的候选人 这个部分大家也很想问 尤其现在大家都说 难道他是加分姐推荐的吗 因为跟韩国瑜交情好 所以派他出来选吗 议员 我想其实在这一次的高雄市长的 补选的过程当中 确实大家提名的 就大家建议跟党中央建议的人选非常的多 那其实民主长也讲得很清楚 在综合的考量之下 我们推出了李梅珍议员出来参选 那这个我想党中央跟地方的一些沟通 他们的观点有很多的一个交流 所以最终提出一个 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的人出来参选 我觉得这个意义很 真的大家都有接受吗 那你怎么摆平其他议员 本来就会有 大家会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慢慢大家去磨合 因为毕竟国民党必须要深耕高雄 剩没几天你们还要磨合 没有这个时间 我觉得时间可以让大家来去看到 国民党愿意要深耕高雄的 所以我说真的 我刚刚也不是很认同世间议员讲的 就是说我想如果按照世间议员的一个说法 我们应该全部支持陈其迈就算 不是这样子 国民党国民党的理念 国民党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我们应该要提出自己的一个人选 然后不管是刚刚提到的 以战养战 之前民进党还很多人说 国民党都没有人 都没给他历练 那我们现在给他历练 大家也有话说 我觉得这个倒是不是很公道 所以我们觉得提了一个年轻 在地了解高雄 愿意为高雄付出 我觉得在国民党的一个政党的一个价值理念中 并没有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 我还是尊重每个大家对于 国民党的批评跟指效 尤其在这个补选的这个提名过程当中 也很多人在脸书上说 拜托党中央要考量到高雄人的一个想法 我想这也是 不管是党主席跟秘书长 一直下高雄 不管是行动中常会也好 还是到高雄去征询这些人选也好 就是我们还是真的是在乎高雄这个地方 希望未来还是要深耕 赢得高雄市民的一个认同 所以我觉得外界现在就很多一些见风插针也好 什么也好 国民党自己的心头抓好听 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争取多数的一个认同 那我想国民党在高雄也有自己的基本盘 我们都不推人 那我们对我们的基本资责怎么交代呢 就好像我当时喜欢说你高雄市代理事长 你就提理事算就好 你们也不会理我嘛 那你现在说叫我们不要提名人 这很奇怪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每个政党 有每个政党的理念跟政党的发展 大家互相的一个支持 互相的鼓励 我想一个台湾要有一个两个 两个主要一个政党互相的抗衡 这才是民众之福 而不是说叫我们弃选 我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很奇怪 不过我们还是会虚心受教 把很多高雄人对我们党中央 或是对国民党的批评资料 都把它记下来 也希望既由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 把很多对于高雄市未来的愿景 跟国民党的理念 再次的跟高雄市民 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阐述 来韦杰你们一直说 国民党非常在意高雄的市民 高雄的选民 那接下来韩市长被罢免掉的韩市长 还要不要出来辅选啊 昨天李梅珍他去这个领表登记的时候 记者问他会不会请韩市长来站台 他说当然啊一定会 结果今天扫市场的时候 又被媒体问到 他突然改口了 他说其实韩前市长很辛苦 让他先休息 到底国民党对于韩国瑜 要不要出来加持 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想一个选举当中 每一个人的一个 他都有他的一个基础的 一个支持者跟支持的群众 但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在2018可以拿到89万票来赢得这个高雄市长来夜袭成功 一定有他成功的一个这个一个理念之所在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借进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韩国瑜市长在这个普遣当中 他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来协助李梅珍来打这场选战 但是你说只有韩国瑜市长 我想也未必 我想党内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长辈 也可以来协助 不管是地方上的也好 或是党中央这边也好 我们重点是要集众人之力量 来协助这一场高雄市长的一个补选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一点 那至于说韩国瑜市长 在到底在这个高雄市长补选当中 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我想整个李梅珍的辅选团队 他们自己会去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定调 但是我认为只要可以协助这一场高雄市长补选的人 都不应该缺席 国民党现在需要是大家团结一致 再次获得高雄市民的认同 我刚刚一再强调这件事情 国民党这一次大爆冷门 派出这个李梅珍出战 不过现在有人说 有另外一种角度的说法说 其实这次国民党下的一盘好棋 为什么呢 因为李梅珍的老爸 人面真的非常的广 而且又能够吸引韩粉的支持 到底李梅珍这次会不会扮演美女刺客 能不能够扳倒陈其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一起来讨论 李梅珍到底是不是一步好棋呢 我们要来请教玉惠姐 因为刚才讲到说 他的父亲李荣宗 现在也是这个高雄果菜运输中心的总经理 而且他爸爸这个人脉很广嘛 黑白两道都通吃 而且又能够吸收韩粉的票 这会不会影响到陈其迈啊 的确陈其迈的这场选举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说 他应该是这个亲戚过关 可是现在呢所有的人都出来了 然后各党呢也都派出了他们的人出来之后 我觉得陈其迈现在真的只有加紧跑 让高雄人知道说这场的选举对于所有的高雄人来讲 为什么要把票投给陈其迈是最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就以李梅珍来讲 刚才大家都已经透过了我们的新闻片段 了解到李梅珍的父亲李荣宗 他在过去上面黑白两道通吃 事实上呢 他其实也在陈菊市府的时候 就是由陈菊 让他去做高雄果菜市场的这个总经理 那他呢 基本上他在韩国瑜要去选市长跟选总统之后 他马上转向靠向韩国瑜 所以他呢在政治上面你硬说他是跟蓝菊走很久吗 其实也不是 他就是一个市场派 他就是一个永远都是跟执政党挖走会 所以其实蓝绿关系都不错 他在地方的蓝绿关系其实都相当不错 然后黑白两道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他在韩国瑜在选市长以及担任市长以后 哇他表功表态可是非常的明显 你看到这个大家记得去年 应该是说2018年的8月 那个时候韩国瑜寒风起来的那个三山造势呢 除了王金平系统的肖俊翰 那个是前就是高雄县的那个果菜市场 而这个李永宗呢是原高雄市 就是原来还县市分开的时候 他是在市的部分 那一个果菜市场他要两只脚 就是原县区的还有原市区的都要站出来 那个是当年三山之所以会成功让韩流再起来的一个缘故 那后来呢韩国瑜也对他相当的照顾 所以韩国瑜第一场夜宿果菜市场就是去住他的 他在果菜市场的这个平常休息的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李永宗在这一次国民党之所以会提李梅珍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民党看中了他在在地的势力 而且知道说他现在因为未来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拥有 这果菜市场的位置呢 恐怕他自己也觉得他可能会很坏 所以他现在一定如果提了他女儿以后 一定会花尽他所有的力气 帮他的女儿来帮忙来助选 所以这是之所以提了李梅珍以后 我觉得陈其曼要注意的第一个点 那因为他是郑韩君出身 第二个点呢是另外一个党所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的吴义正 吴义正呢他过去除了李梅珍担任过张显耀的这个助理 吴义正呢是担任过邱毅的助理 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位呢 以吴义正来讲他在2018年的时候 也曾经想参选高雄市的市长 只不过很不巧的是他要他宣布要参选的那一天 正好韩国瑜跑来台北 要来登记选台北这个市长 结果被吴敦毅抓回高雄的那一天 所以他要参选的新闻全部都被盖住 后来他看到韩国瑜的声势起来了以后 他要宣布退选退选市长 结果又遇到了韩国瑜在讲说 我们要去太平岛挖石油 所以他退选大家也都不知道 对龙博龙灾 对那你知道他对参选是非常有兴趣了 他那一年是好好安分的去选他的这市议员 后来也起心动念又要代职参选了 虽然他曾经批评过代职参选 可是他市议员当选以后 他还是要代职参选 他代职参选什么 他要代职参选立委 好那他代职参选立委的这个过程 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很爱选 这一次呢民众党跟他一拍即合 因为给了他一个空间给了他一个舞台 那可以挟着民众党在某一个群组当中 虽然说这个族群现在年纪比较高了 因为过去民众党的支持者是比较年轻 现在大概是40岁以上 那但你可以看到说这有一定的实力 两个都是正韩军 两个正韩军 大家不要这个小看韩国瑜 韩国瑜就在今天 粽子节 那他就是发一个云淡风轻的一个脸书一篇文 一个钟头就有三万五千个赞 我们在座大概 我们可能累积十天都还不会有三万五千个赞 他一个钟头就有三万五千个赞 所以你知道韩粉的势力还在 那国民党刚才听陈议员也提到了 他认为说国民党现在就一定要去帮李梅珍 所以这变成说 不管说是两位加起来是正韩军 那或者是整个蓝军的系统 那是跟着这个陈其迈的绿军的这个系统 是互相要请扎 那这一次又正好遇到的是补选 补选的先天条件就是 你就算再激烈大概也是四成多左右 所以你要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陈其迈的得票要真的冲很高 其实是很困难 所以真的会大意识荆州 真的可能小心会要翻船 所以陈其迈今天早上 他这个过去韩国鱼是不到中午 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行程出现 李梅珍是早上六点就去果菜市场 韩国鱼是五点半 那就跑去这个市场 所以他就跑去鱼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高雄人来讲 这是高雄人的光荣战役的第三场 第一场是让蔡英文当选 第二场的光荣战役是罢免韩国鱼 第三场是让高雄未来 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发展 因为如果陈其迈的得票率不够 很可能就是包括我刚讲 李梅珍或吴亦正他们背后的政党就说 你看陈其迈的得票率那么低 连韩国鱼上次的61万票都没有 那我们就继续给你拢 那高雄呢 他的市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 现在国民党的议员在高雄市议会里面 还是绝大多数 所以未来要去给市长请着 或者是像前议长许昆源一样 要这个骂50分钟骂通堂的那种方式 还是有可能发生 所以高雄的光荣战役 是不是在第三战真的能成功 就看高雄人是不是坚定的 要把这个高雄的未来 真的是要从高雄人的手上要去达成 所以这对高雄来讲8月15很重要 刚才玉慧姐点到一个关键 就是李梅珍他真的是正宗的韩家军 虽然李梅珍很谦虚 说他知名度不够高 可是他的爸爸在高雄 真的是同人知道 不过有关于这个国民党的提名 其实也是让蓝营基层很不满 认为说当初这个党中央的决策 是不是不透明了 有关这个提名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来请教赵豪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